0-3岁宝宝还在出牙期,都会遇到一些出牙和牙齿的问题,具体来说说如何护理吧? 放宝宝缓解出牙的不是,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,宝宝出牙的时候,会感觉牙齦很痒,但住什么痒什么,针对宝宝喜欢咬东西还解牙痒痒的特点,我们可以给宝宝准备不太硬的磨牙棒,让宝宝啃咬,手指出的磨牙棒比较好用,太细了。 容易断,如果有时间和精力,可以自己给孩子做磨牙棒,更健康更安全,也可以在手上缠上纱布,沾着温水给宝宝按压牙齦,我们手指度比较柔软,又有一定的力度,宝宝会感觉很舒服,在天热的时候,用纱布榨冰水冷服牙齦,又试探性的进行,防止宝宝不适应这个极冷的温度,让宝宝掉一块冷冻的香蕉, 苹果也是一个好办法,自己把香蕉和苹果切成合适粗细,长度的小条,放冰箱,冷冻是冷冻,就可以轻松得到这些冷冻食品了,给宝宝刷牙。 在宝宝出牙的时候,就需要给宝宝刷牙了,一岁以内,用专用的支套牙刷,沾着眼水给宝宝擦拭牙齦,在手上缠着纱布也可以,一岁以上的宝宝可以使用专用的软毛刷和专用的牙膏刷牙。 不用怕,宝宝的牙也会受到伤害,他肯咬的硬物比牙刷硬多了,也没有出任何问题。 两岁以上,宝宝有了一定的自律能力,可以锻炼他自己刷牙了。 早锻炼,宝宝觉得新奇,也容易接受。 孩子月龄稍大后,会喜欢吃甜味的零食,细菌会依赖食物中的这糖分和淀粉生存,细菌和食物残渣会形成牙垢,日积月累会牵食宝宝的牙齿。 让宝宝猪牙,所以每天要仔细清理这些残渣,才能防止蛆齿。 虽然唾液里含有帮助牙齿抵御细菌的物质,但是晚上唾液分泌少,难以抵御细菌的入侵,容易形成蛆齿。 所以晚上一定要刷牙,给宝宝漱口六个月以后,有夜奶习惯的宝宝努力借掉夜奶,吃夜奶不能刷牙,奶水中的糖分就容易牵食牙齦,也要慢慢的学会被奶后用清水漱口,防止奶水中的糖分粘附在牙齿上,形成蛛牙,我记得大爆小时候,喝完奶就赶紧给他喝点白开水,把残留在嘴中的奶水中洗掉。 以上就是牙齿的家庭护育方法,希望小宝宝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。 除有一问,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。 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,致力于分享生活和育儿过程中的所作所资所小,欢迎关注我,或许更多育儿信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